雲豹能源近來捲入政治口水站 因為取得多項政府大型能源標案 國民黨就質疑 為什麼政府獨厚這間公司 對此雲豹能源總經理也首度出面澄清 空照圖清楚拍下 立法院的屋頂滿滿一整排太陽能發電 而畫面轉到宜蘭 蘇澳的港口也有滿滿的太陽能板 這些都是雲豹能源的綠能工程 但近來雲豹能源捲入政治風波 尤其是子公司開太多 他們也首度出面澄清 強調十八間子公司都是百分百的子公司 據外界質疑業務幾乎來自政府標案 雲豹能源也給出數字澄清 我也必須要鄭重地澄清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案件 其實像我雲豹能源而言 我其實只有八趴是來自於政府標案 我的案件都屬於我自行開發 或者是跟別人共同開發 其實真的台電賣電的部分 其實大概三趴 在我們的營收大概三趴左右不到 選舉將軍 雲豹能源無端捲入政治工房 如今面對社會的輿論 總經理親自出面受訪 說清楚講明白要捍衛公司清白 記者綜合報導 CAREY, M.H.C.O.E. 中文